叶晨点点头 他知道遮天魔地的心中会有感秤 什么能做 什么又不能做 他会比自己更清楚 在场众人都不由地惊讶不已 没想到这轮回之主的人脉会如此之广 这俊秀的中年人 应该与魔祖无天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亦或是他的传人 若真是如此 这等消息传出去 恐怕会震惊诸天万劫 毕竟魔祖无天麾下 还没有过真正的传人 魔祖无天是什么人物 那是连他们玄冥二老 都不能去招惹的存在 这种称霸诸天的人物 令他们心头压力甚大 看到两人竟然无视自己 倪人尚有三分火气 玄老脸色不悦 阁下 莫非真当这里是自己的家 即便真和魔祖无天有所关联 但这里是我太雷神宗 想要带轮回之主离开 可有问过我的意见 玄老的语气非常霸道 不容置疑 太雷神宗什么时候 又轮到你作主了 叶聚荣雷电之力瞬间凝聚 身后浮现出一道雷光虚影 额头上也现出了一个雷电法则印记 雷电所照耀之处 匹敌万丈光芒 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浩瀚 怎么 就你这幅千疮百孔之躯 也想妄图和我争斗一番 玄老更加气愤 他能够杀对方一次 亦能够杀第二次 第一次是暗地里的阴谋诡计 而第二次经过了如此长的时日 他已经有把握将叶聚荣斩于手下 只是连他都未曾想到 对方竟然会回来得如此之快 有何不可 两道身影瞬间碰撞在一起 在这一刻 遮天蔽日 两人周围的天地 瞬间各种雷声交错 那犹如天雷镇压的大地的威压 压得众人仿佛有些喘不过气来 而无尽的天雷 犹如生命的灵体 从叶聚荣的身上 不断地掉落穿梭 让他周围的天地 都变得不断地扭曲 雷电窒息的怒吼声 低沉又响彻 这种来源于雷霆之法的力量 顿时让玄老脸色变换 瞳孔之中浮现出一抹诧异 真没想到 你拖着如此破败不堪的身躯 能够使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叶聚荣并未回答 在这一刻 他仿佛化身雷电 已经将全身上下所有的力量 全部催动 想要直接将对方彻底摧毁 玄老不甘示弱 身后雷电之意不断地变化 那似乎是一道九彩流光 尽显雷电神威 双方看似差距不大 却是天壤之别 叶聚荣心中很清楚 这一道威压过后 自己将会游进灯窟 以至于自己的神魂 都会彻底地消散在天地间 可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 杀掉面前的玄老 已是他毕生的夙愿 这一刻 天地之间风云变化 两种不同的雷霆之法 正在进行不断地碰撞 双方意识之间难分高下 一旁的明女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全力维持着自己的神魂力量 让自己的实力 短时间内变得相当的强劲 叶聚荣已经是全力维持 可纵然是这种情况 已经达到天君老祖的玄老 也是不堪重负 甚至于会身受重伤 而现在宗门之中 其他高层的姿态 还不甚明朗 他们两人不能牺牲太多 明女玄机正准备出手 只见夜尘和遮天魔地 犹如两道巨大的伟岸 静静地矗立在自己的面前 那眼神之中满带不屑 她那张如冰霜般冷淡的脸庞 无悲无喜 怎么 你们想要拦住我的去了 见到这两人挡道 明女眼神略带不喜 如果不是玄老情况紧急 她不介意将这个 跟魔祖无天有关的人也留下 不必顾虑 今日他们三人都得留下 正在明女躊躇之际 不远处正在战斗的玄老 分心说道 眼神之中尽是怨毒 今日搅了她的好局 不会让三人好过 明女微微寒手 瞬间 催动雷霆冰霜之力 无尽的雷霆冰霜法则 瞬间就蔓延在全身 一阵刺目的光芒 让宗门之中的其他高层 都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明女的实力又强大了 这样显现出来的信息 令他们都有些不知所措 今日这场抉择 究竟是好是坏 他们的心中 已经没有了确定的答案 看来今日要痛打落水狗了 遮天魔地朝着夜晨看去 他深知此人 达到了天君老祖的境界 即便他和夜晨联手 也不一定会是其对手 无尽的魔力 瞬间催动 充满着诡异 这些力量瞬间 朝着明女迸发 恐怖的雷霆冰霜法则 竟然无法击退 这些滔天魔气 明女眼中尽是黑暗 而面前的遮天魔地 仿佛已经化身黑暗 当彻底地融入进去 连她都不能够 分辨清对方的真身 不愧是和魔祖无天 有关的人物 浮屠神塔 发布浮屠记 夜晨直接将浮屠神塔 砸向远处的明宁 在这瞬间 催动出八部浮屠气 一尊古老的佛像 屹立在天地之间 满带着无限的金光 极为耀眼 可恶 站立在人群之中的真行雨 脸色却是非常的难看 她恨极了夜晨 想要让她当众出仇 原本还以为这样的愿望 能够达成 她也有了看好戏的心思 可现在看来 夜晨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究竟还有多少的手段 没有使用出来 轮回之主当真那么强大吗 那些新人 看着这周围天地 不断变幻的这一幕 都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种程度的对决 可谓是极其精彩 连他们都有些 把握不准这样的脉络 至于宗门之中的其他高层 更是不用多说 夜晨和遮天魔地 二者之间的配合相当到位 一宫一房 连明女都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只见这时候的明女 直接怒吼一声 无尽冰霜瞬间凝为实质 将那些滔天魔气瞬间冻结 来自于天君老祖级别的威亚 瞬间降落在了遮天魔地的身上 遮天魔地立即发动九幽魔攻 一缕缕的魔气 自她全身催发 漫天遍布之下 强行将这些冰霜震碎 此刻的夜晨召唤佛像 那屹立在天上的神佛 双手合十 身后无尽的金光闪闪 朝着那已经化为实质的冰霜领域 发动起悍然的金光攻击 这种程度的强悍攻击 一时间令她有些无法作用 哼 看来你们这两个家伙 还有一点本事啊 明女冷笑一声 雷霆法则之力继续加持 化作天雷滚滚 天空之中乌云密布 那无尽的雷电 犹如雨滴洒落人间 遍布在这些滔天魔气之下 这天魔地一时不察 想要阻挡却已经来之不及 一口冷血骤然喷出 双方这才交手不久 竟然已落入下风 雕虫小技 看着这和魔祖无天有关的人物 几招几世之间就被自己打吐血了 明女嘴角浮现出一抹不屑 在她的面前还想要妄图带走夜沉 而这个时候 无尽的金光攻击 已然朝着那些冰霜领域进发 想要和其一争雌雄 明女不慌不忙 雷霆冰霜相互交错 在其面前形成了一道有着绚丽蓝色的巨大雷网 当这些金光攻击 到其身上的时候 犹如石沉大海 根本没有掀起任何的波澜 哪怕加上浮屠神塔不断地砸来 依旧不能够撼动一丝一毫 而另外一边 叶巨荣和玄老之间的战斗不分胜负 这是叶巨荣全力催动自己身上的力量 才能够和玄老不相上下 玄老内心冰冷 他原本还以为将其彻底地杀掉了 然后顺理成章地夺取整个太雷神宗的大权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还活着 命格太硬 而现在 这似乎是对方临终之前 绽放出绚丽的烟火 只要他撑住了现在 那么叶巨荣想要复仇的夙愿 将会如梦泡影 一切成为虚妄 再也不会有实现的可能 你真以为 我只有这点本事吗 或许是看到了他内心的想法 叶巨荣不怒反笑 继续加持着自己身上的力量 那一丝火焰 骤然燃烧得更加的强大 哪怕有着雷霆神眼的加持 现在玄老似乎有些看不透对方了 漫天神雷 叶巨荣咆哮一声 拳拳到肉 每一拳都蕴含着无尽的雷霆之力 伴随着恐怖无比的刚风 凌空腾起 朝着玄老不断地攻击 在其身上竟然能够看出 一缕缕的火焰雷霆的光芒 火焰伴随着雷霆 从拳头发出 就仿佛一个被火焰雷光照耀着的巨人 那一种毁灭一切的力量 瞬间就砸在了玄老身上 好在他事先有所准备 暂时不用担心 玄老不慌不忙 瞬间启动强大的防御机制 每次施展防御机制 都能够借用来自于雷霆的强大力量 让雷霆化为实质 护住他的心脉 如今的他已经是达到了天君老祖的境界 自然用不着更多的巨码 他坚信 撑过了这段时间 等到叶巨荣真正的游进灯窟 这一次他一定不会再让对方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混沌神雷 叶臣迅速收回浮屠神塔 此等力量对于名女而言 已然没有太大的作用 神雷一出瞬间不可阻挡 那想要摧毁一切的恐怖灵力的态势 伴随着夜神的手掌缓缓地抬起 只见他的手完全已经化作了雷霆之力 那似乎是更加精纯的雷电力量 伴随在混沌之中摧毁一切的神雷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发出了滋滋声响 朝着那些冰霜领域化作一条蓝色的巨龙 想要将其彻底的湮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